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台军预演频出意外 诡异事故为何频出 它的跳伞记录只有11次跳伞记录 法国航母大修出雾 舰载机蹭美国航母训练 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所有的报道没涉及到钱的问题 俄罗斯打造世界最小神盾舰 与其轻型导弹舰般就海军衰落 我造不出来大的 我只能造小的 我只能造2000吨以下的 甚至1000吨以下的这种所谓的导弹舰 光归战机试射德比 外购导弹能否改变国产战机命运 是因为德比它这种忠诚的空内空导弹 它自身有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它是以色列研发的 让印度空军采购更多的苏30MKI战斗机 但是从目前来看 它这个说法一定是自欺欺人 军事专家房冰 李立 魏东旭 魏南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最近台军在为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做预演训练时 接连传出了意外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日在汉光34号演习的反空降科目预演中 一名台军士兵在跳出C130机舱后 主伞没开 副伞失效 从365米的高空摔落至清泉岗机场 目前这名士兵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在前一天 台军在进行两棲装甲车测试时也发生意外 一名士兵的救生衣不慎卷入传动轴 导致其右脸 手臂多处撕伤 在台媒曝光后 比受伤本身更引人关注的是这名士兵的纹身 对此有台湾网友吐槽称 台军平时都用来玩刺青了吗 福建全州的网友刚虎提问 反空降演习中 主副伞同时失效 这么低概率的事情 怎么就让台军赶上了呢 主副伞同时不能正常打开 这确实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找原因的话 基本是两大类原因 一个就是跌伞有问题 另一个就是跳伞者离机的时候动作变形 他的身体某些部位妨碍了伞绳 那么就这次来看 按台军军方发布的消息说 保伞连跌伞的过程经过视频的回放 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也有一些热心的网友 看跳伞的视频 说出击的时候 跳伞者的腿半了伞成了 所以大家认为更多的可能性 是跳伞者的动作变形 这个跳伞者 他的跳伞记录 只有11次跳伞记录 也就是说 他的跳伞的次数 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 或者合格的伞兵的标准 汉光演习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故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 这两个事件的本身 反映出来的都是台军日常基础训练的部组 另外呢 我们看也能反映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台军的指挥策 他对没有达成基础训练标准的士兵 在演习当中的运用太过随意 换句话来说呢 演习当演习 把这个事儿太儿戏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最近呢 在美国航母的甲板上 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法国的阵风M舰载机 法国的飞机怎么会出现在美国的航母上 法国戴高乐航母干什么去了呢 最近 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完成物内大修 由拖船牵引出物 接下来 戴高乐号将继续进行部分设备的改装和调试 预计2019年重新入役 大修是核动力航母使用周期中 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通常会对航母船体内部空间进行维修保养 同时更换核燃料 这项工作不仅耗资巨大 而且用时较长 法国军方为避免阵风M舰载机部队 在此期间荒退训练 于近期将12架舰载战斗机 和一架ERC鹰野预警机 部署至美军的布什号航母上进行训练 湖南诸中的网友破局之子提问 法国的舰载机蹭美国的航母进行训练 这是免费的还是掏钱的 照目前的报道来看 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也就是所有的报道没涉及到钱的问题 但是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风格来看 不收钱恐怕是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么法国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差别非常大 那么法国的舰载机在美国的航母上训练 会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虽说这个差别比较大 但是呢是弹射器和阻拦锁 是法国海军从美国买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两者是通用的 当然两者的差别有没有 肯定会有 所以呢美国的这个舰载的部门的官员就在说 我们的舰载人员要小心了 阵风的尾空网是向下倾斜的 所以呢你们要小心它的喷射的尾燕 不要烧到你 那么更要命的是不要被尾燕吹到海里去 海外战争期间 美军A10攻击机使用平右穿甲弹 将伊拉克军队撤离的80号公路 变成了死亡公路 然而曾经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的平右弹 最近呢却要被美军淘汰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有报道称 美国空军A10攻击机的招牌武器 30毫米平右弹药即将达到寿命期限 美国空军计划用其他弹种取代 据介绍 30毫米平油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机炮弹药 其弹体由核废料平油制造而成 这种材料相当致密 而且硬度很高 是最佳的穿甲材料 此外平油容易氧化 因此实心平油弹在击中目标后 也会得到二次燃烧的效果 虽然平油弹的威力非常惊人 但是对于它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 有很多人担心它存在辐射的问题 山东济南的网友踏浪天下提问 美国的核废料不是很多吗 为什么不继续生产平油炮弹使用呢 核废料确实是很多 而且这个平油呢 作为这个穿甲弹的弹心 确实有它的优势 穿甲弹的弹心要求硬度高 重量要大 这两个东西 平油材料全部都具备 这个平油材料能重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些东西 牵是比较重的 那么平油的重量呢 大概是牵的将近两倍 所以它很合适 而且呢 和传统的弹心材料相比 平油材料便宜很多 但是注意到 不管它是怎么平油 必然它是一个放射性材料 特别是大规模使用的时候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平油材料 这个地方的放射性 很可能就会提升 从近期几次局部战争的参战结果来看 当时参战的美国老兵们 回国之后不变得反应 有种种身体不适的感觉 甚至白血病 骨癌 癌症的多发 那么很多人在怀疑 这个东西就是由平油放射性造成的 这在美国国内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毕竟是他自己人 自己的士兵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要停掉这个生产 这些平油弹都产生了哪些危害 那么如何消除它的污染 这个平油材料的半衰期几场 也就是说在你可以想象的时间段内 它的这个放射性 不会衰减到正常状态 也就是说 使用地的平民 会在相当长时期 受到这种放射性的危害 而且这个危害 几乎是无法清除和清理 好的 感谢陈胡老师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 军情大揭秘 无论是远程反舰 还是对陆打击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的舰队去怼一怼 它可以多搜这样的小艇 包括是小型的这样一个炮火箭 在不同的方向 向一个大舰进行巡舰的时候 它可以达成这个急火攻击的效果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近日俄罗斯首艘22800型 新一代导弹舰飓号 在圣彼得堡的佩拉造船厂完成了习装 开始在拉多加湖试航 随后国家试验将在波罗的海进行 据了解佩拉造船厂将于2022年前 为俄海军建造18艘22800型导弹舰 而按照俄海军的计划 该型舰艇将会一共建造24艘 这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第一行进入大批量建造的舰艇 那么22800型导弹舰的具体性能如何 俄罗斯海军为何会对这型舰艇 是青睐有加呢 从该型舰上 我们又能看出俄罗斯海军 未来发展将会有哪些变化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防兵李立魏东旭为您深入解答 今日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22800型导弹舰的首舰 巨峰号在圣彼得堡的 佩拉造船厂完成西装 开始在拉多加湖试航 随后的国家试验将在波罗的海进行 22800型导弹舰 由俄罗斯金刚石设计区研发 全长65米 宽10米 池水4米 标准排水量650吨 满载排水量只有800吨 别看它吨位不大 但它的火力配置却不一般 该型舰配备两挺14.5毫米机枪 一门76毫米的AK176型舰炮 两座AK630型近防炮 并能携带40枚水雷 其中 76毫米舰炮可换装为 A190型多面手100毫米舰炮 AK630近防炮 也可换装卡什坦弹炮合一系统 或铠甲M防空系统 另外 22800型导弹舰的上层舰之内 还有一套八连装导弹垂发系统 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或P800搞马脑超高速反舰导弹 搞马脑导弹又称红宝石反舰导弹 最大射程300千米 如果用作近海防御 输搜22800型这样的小舰 就可以形成狼群战术 对支航母战斗群实施饱和攻击 口径导弹则是由核心家设计局 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的远程巡航导弹 导弹外形类似于美国的战斧 采用复合制导 射程超过2000公里 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 除了建设型还有潜射型 俄罗斯海军目前的新战略 要求使用远程导弹建立多层次防御能力 这一能力与美海军近年提出的分布式打击概念非常类似 俄罗斯计划让所有新型舰艇具备使用口径导弹的能力 包括所有核潜艇 常规动力潜艇 轻型护卫舰以及大型水面舰 22-800型导弹舰的吨位很小 但是火力却相当强悍 不仅可以对敌方舰队实施近海突击 还可以对2000公里外的陆上目标 发动战略级的打击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喜欢把这种小艇扛大炮搞到极致呢 方老师 好的 俄罗斯海军这种小艇扛大炮 或者叫小船扛大炮的发展思路 我们从一般的视角来看确实比较奇葩 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它有它的合理性 一个 它确实是发展大舰最近很不给力 这不是最近的问题了 从这冷战协素以来 大家知道俄罗斯的海军的装备的发展 受它造船工业 包括相邻上游产业的发动机产业的制约 甚至根本就解决不了主机动力的问题 那么造不了大舰这么大 造不了大舰 我海军的装备又需要更新 我造不出来大的 我只能造小的 我只能造2000吨以下的 甚至1000吨以下的 这种所谓的导弹舰 毕竟我在不远离基地的情况下 我出击 我能够形成作战能力 所以从它的角度来讲 这个能力我可以接受 同时 为什么我们讲小船扛大炮 或者叫小艇扛大炮 我只能造这个船 我又需要它那种远程打击能力 我船体本身咳了不够 那好 我在上层建筑上 我用这个上层建筑的高度 我把它这个锤扒弹 我一定要装进去 无论是波罗的海 黑海 甚至是低中海 东部海域 我能有可用的实力 无论是远程反舰 还是对路打击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的舰队去怼一怼 这我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现在确实能够解决 一个应急的问题 22800型导弹舰 在设计上的比较偏向 夺取制海权的水面作战 其防空监视能力和自卫能力 在同等吨位的军舰当中 也是相当出色的 22800型导弹舰 在总体设计上 很大程度上参考了 暴徒M型导弹舰 并在暴徒M的基础上 进行了优化升级 动力采用圣彼得堡 红星厂的国产船用柴油机 排水量略有缩小 最大航速提高到30节 续航力提高到2500海里 自持力15天 配备四正面固定式 有原相控制雷达 可同时对众多目标 进行立体搜索 跟踪 识别和分类 并根据威胁等级 进行导弹拦截 可以说 22800型导弹舰一旦服役 它将成为世界上 最秀针的神盾舰 以此前世界上 最小的神盾舰 以色列的萨尔5型 轻型护卫舰 还要小400吨 与22800型功能定位相似的 暴徒M型导弹舰 是俄海军的另一把尖刀 据悉暴徒M型 是杰列诺托尔斯克设计局 专门为俄海军离海舰队 量身定制的轻型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950吨 采用德国产的柴油发动机 最大航速25节 暴徒M继承了暴徒级 内核炮舰的隐身设计 烟囱至于船舰两侧 与海面平行 以减少红外信号 上层建筑外形 更加简洁流畅 暴徒M的最大特点 是放弃了暴徒级的 多管火箭炮 这种静暗火力支援武器 转而在上层建筑内 镶嵌了一套 八连装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2015年10月 俄厘海舰队的 三艘暴徒M型导弹舰 发射多枚口径巡航导弹 以误差不超过三米的精度 摧毁了在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设施 这既是口径巡航导弹的 首次实战 也是暴徒M型 这种新型舰艇的首秀 充分证明了 这种小型舰艇的实用性 目前 西方国家装备 远程巡航导弹的战舰 排水量普遍超过6000吨 如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排水量接近万吨 而俄罗斯最先装备 口径巡航导弹的 猎豹级护卫舰 和暴徒M导弹舰 吨位都不大 22800型和暴徒M型 排水量都不到1000吨 这么小的舰 在实战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 李老师 我们这样定义的暴徒M 包括暴徒的前身呢 它上有这样一个 非常明确的特征 那么这些舰呢 它的特点就是 首先它的吨位要小 而且现在呢 我觉得它更重要的 就是说它着眼目前的 整个的俄罗斯海战场的 特殊的需求 它有了新的这样一个运用 虽然挺身比较小 但是呢 它的臂可以比较长 可以伸出2000公里 这个呢 使它的使用弹性呢 可以大大的增加 它可以多艘这样的小艇 包括是小型的 这样一个炮火箭 在不同的方向 像一个大舰呢 进行巡舰的时候 它可以达成 这个激火攻击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呢 对于大型的水面舰呢 它很难应对 所以本身呢 对对方呢 它可以构成 非常大的一个威慑 进入新世纪以来 俄海军面临的海上威胁 正不断变化 随行海上战备执勤 和反恐护航等任务的 比重不断提升 据冒道 俄罗斯海军 目前尽管名义上 拥有270艘战舰 但由于俄罗斯造船厂 在建造或者修理船只方面 十分糟糕 导致这些军舰 只有大约一半可以出海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拥有290艘军舰 大约85%可以出海 其他军舰则处在 升级或者维修中 目前 俄海军主力战舰的 平均舰龄 已经达到25.3年 突破了25年的 正常军舰服役期 舰龄为10年以下的 新型战舰 占比只有11% 随着苏联时期 建造的军舰不断老化 俄海军开始迫切 需要订购具备高速冲刺 超地平线打击能力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 新型近海战舰 防止近海反舰作战能力 严重衰退 2015年 俄总统普京 正式批准出台 新版俄联邦海洋学说 新版海洋学说 突出体现了 俄巩固近海权益 拓展远洋利益的海洋战略 2017年10月29号 俄国防部发表了 副部长鲍里索夫的声明 声明指出 2018至2027年 俄国家军备发展计划 海军部分的重点 是建造装备有高精度 巡航导弹的近海舰艇 战略潜艇和多功能潜艇 因此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 俄海军即将沦为一支 暗防部队 俄海军试图发展的 多型水面舰艇 相继受挫 现在只能搞 22800型这种小舰 这会导致俄海军 沦为一支暗防部队吗 黄老师 我觉得现在讲这个话 恐怕还为时过早 咱们总得讲这么一句话 把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俄罗斯海军的底子 毕竟是前苏联海军 留下来的 我们都知道 远洋海军一般来讲 两大支柱 一个以航母编队 而为核心的 大型水面舰艇编队 这是一个必须要有 再一个 水下的核潜艇打击力量 特别是攻击性核潜艇 这种远洋作战力量 这是现代蓝水海军 大洋海军的标配 如果按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水面舰艇 确实在俄罗斯 这条腿是比较瘸的 但是另外一条腿 你要承认 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那就是核潜艇 特别是可以到 越岸洋去作战的 攻击性核潜艇 俄罗斯攻击性核潜艇的实力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美国海军之外 我们应该承认 它还是无人能处击右 还是可以排在世界第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下一步 如果俄罗斯的国力有所恢复 它不排除 把这条腿 再把它重新做起来 补起来这种可能性 一个曾经令西方恐惧的 前苏联红海军 现在已经变成了 秀气斑斑的俄罗斯海军 22-800型导弹舰 能否为俄海军 带来新的生机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了 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面我们将关注 印度空军的最新动向 印度光辉战斗机 试射中巨弹 买出重要一步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的过载 达到60几到70几 这个大过载 灵活性 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中巨核潜弹 没有办法比拟的 外扣导弹 能否助力该项目 遭日迎来转机 我自己搞不了 我就去引进 引进以色列的也好 引进欧洲也好 你得比也好 流星也好 你缺什么 我给你弄上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 马上开始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国产LCA光辉战机 于近日成功试射了一枚 以色列得比空空导弹 印度国防部官员称 本次测试达到了预期目的 与此同时 印度军方还计划 为轻型的光辉 引进一款更具威力的空中杀手锏 这就是来自欧洲导弹集团的明星武器 流星冲压动力空空导弹 有外界观察指出 印度正试图通过加装先进导弹 以提高光辉的作战能力 从而挽救这款前途渺茫的国产飞机 那么德比与流星能否为光辉项目注入一计强星计呢 此外 在外购战机受挫 自言无望的情况之下 印度军方打算继续生产40架苏30MKI战机 这款飞机究竟能否继续挑起 印度空军的大梁呢 据报道 印度国产LCA光辉战机 近日在国阿外海 成功试射了一枚德比中距空空导弹 展示了光辉战机进行市局外作战的能力 并验证了战机发动机 在吸入导弹尾延后的安全性 据介绍 光辉战机发射的德比导弹 由以色列拉费尔公司研制 弹长3.62米 弹径160毫米 重118千克 采用主动雷达制导 去备发射前或发射后锁定的能力 其飞行速度可达4马赫 最大射程50千米左右 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 这次试射 不仅使光辉初步具备了超视距空战能力 还为该机进入空军服役 扫清了障碍 事实上 目前光辉战机在印度军队中的处境非常危险 一方面 该机漫长地研制周期 导致当初制定的各项技战术指标严重过时 面临服役及落后的尴尬局面 甚至曾被空军以性能差进为由拒收 海军舰载型的发展也面临搁浅 另一方面 西方军火商对印度市场这块大蛋糕虎视眈眈 不断抛出各种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机型和条件 如果光辉迟迟无法达到服役状态 便很可能会面临下马的悲惨命运 为了尽快让这款战机达到可用状态 同时解决该机没有超视距武器的尴尬局面 印度国防部一方面在国际市场寻求各种先进导弹 另一方面 强行让不具备作战能力的光辉战机 参加印度空军4月份组织的大规模演习 以试图让该机重新获得印度空军的信任 光辉堪称研制时间最长的战斗机 那么本次成功试射以色列德比空空导弹 能否为这个命运多舛的项目赢得信心呢 李老师 因为光辉战斗机确实在目前整个印度国内 包括国际的市场的整个的评价是比较低的 一个在于它超长的研发周期 如果说从最初的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象 到现在能够装备一个中队 中间至少跨越了接近30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周期它造成了一个潜在的效果 就是这个机型从它服役之初开始 它就已经过时了 那么这个我想它是印度空军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现在它搭配这个新的组合 我倒觉得德比 为什么它会挽救过去光辉战斗机的这个命运 是因为德比它这种中程的空内空导弹 它自身有它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它是以色列研发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整个的空内空的 这种中距拦截弹或者中距蓝射弹 整个来讲它有几个比较大的潮流 或者比较大的品牌 一个就是美国的M120 那么另外就是俄罗斯的R277 再有一个实际上就是以色列这一型 当然如果说我们把法国的米卡也算上 这个算是四大派系 而以色列的这个派系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 要比其他几家要灵活得多 当然它本身设程的可能不如其他几家远 那么按照现在 比如说德比的这样一个机动性能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的过载达到60G到70G 这个大过载灵活性 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中距格斗弹没有办法比拟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就是在空战当中 它可以有效的站位 然后快速的出击 而且咬住对方以后 对方就很难脱离 这个是它非常明确的优点 所以如果说考虑到目前 那我们知道印度它整个的光辉战斗机 它自身的性能还不太行 特别是在着眼德比的整个测试过程当中 还甚至出现过就是因为发射的瞬间 这个后座比较严重 使得这个机体有很大的一个震动 所以后续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调整 但是最终这两者能够达成一个适配 而且最终能够完成发射 并且确定把它未来作为一个标载 就标准的这个中距的格斗弹 纳入到光辉战斗机的 它整个的这个武器装备体系 我相信这一点 或者说这一步走出去 它对于拯救光辉战斗机的命运 是很重要的 按照印度空军的设想 轻型LCA光辉战机 主要用于压制巴基斯坦装备的GF-17战斗机 但从印度空军飞行员对光辉的评价来看 这一作战设想几乎无法实现 光辉战机的续航时间仅为一个小时 载弹量只有三吨 作战半径仅350到400公里 是一个典型的短腿飞机 更要命的是 它目前还不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 反观巴基斯坦早已从美中两国 分别引进了更先进的 AIM-120C5与SD-10A 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这两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00千米以上 分别装备巴军的F-16与GF-17战斗机 凭借数十公里以上的射程优势 巴基斯坦空军不仅可以轻松碾压 目前的光辉战机 甚至在其装备得比导弹后 依然能够有效压制 目前印军装备序列中较先进的中距空空导弹 只有俄制R77一行 这款武器主要配备于苏30MKI重型战斗机 目前还无法由光辉发射 为了解决得比射程不足的缺陷 印度空军还试图为光辉 引进欧洲导弹集团的流星导弹 这款导弹采用重压发动机推进 最大射程超过100公里 印度媒体宣称 这款导弹可以让LCA光辉战机 在市区外空战中轻松击败任何对手 但从印度军购项目一贯的拖沓作风来看 光辉何时能用上流星 还是个未知数 LCA项目30年来一直是磕磕绊绊 直到目前仍未能具备作战能力 本次试射的德比导弹由以色列研制 除此之外 印度还计划引进更加先进的流星导弹 用于装备光辉 那么请问房老师 这些武器真的能让光辉拥有压制周边国家战机的能力吗 我们知道在光辉战机这个发展的问题上 阅度确实运度确实比较悲催 我们真正讲这个飞机 30多年磨一件 快40年了磨这个飞机 磨到现在你说没磨出来吗 磨出来 这飞机真出来了 能飞能上天 而且能参加阅兵 至少参加阅兵是没有问题的 能不能打仗 你也不能说他不能打 至少前不久 大家看印度军方 非把它强行地摁到这个 在这个四月份大规模的军演里什么 规模空前啊 我把这飞机参加军演了 能不能打仗 你也说咱们能参加阅兵 也行 你别管我说我能参加阅兵啊 但是这个飞机到底能打仗吗 我想印度人自己 特别是印度军方 尤其是印度空军心理 恐怕它是非常清楚的 你先别说砸多少钱 收得回来收不回来 它已经成为一个形象工程了 已经成为一个面子工程了 所以它前提是必须用 必须拿来用 那你拿来用 你这个飞机怎么用啊 你连个这个武器都没有 你记载武器都没有 那好 我自己搞不了 我就去引进 引进以色列的也好 引进欧洲也好 你隔壁也好 流星也好 你缺什么 我给你弄上 以此既是对国内民众一个交代 也是对印度军方 特别是印度空军的 一个强行的压制 所以这些东西放在这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 所以印度军方来讲 特别是印度国防部来讲 这就是一个手段 这就是逼着他买飞机 装备这个飞机的一个手段 至于这个飞机 到底好不好用 他们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 据报道 印度正计划增购40架 本土组装的苏30MKI战机 这批飞机将由 印度斯坦航空工业公司生产 苏30MKI是俄罗斯 基于苏30基本型 为印度量身定做的一款 双发重型多用图战斗机 于2002年交付印度 是目前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 该机集成了 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的 多种先进技术 包括直径960毫米 最大跟踪距离200公里的 无源相控阵雷达 以及由苏27M发展来的 三异面布局 和能上下翻转15度的 轴对称推力矢量发动机 除了执行空战任务 苏30MKI还能挂在包括 俄印联合研制的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在内的多种精确制导空地武器 具有较为全面的作战能力 作为印度空军的头号主力 印度媒体对苏30MKI 也一直赞赏有加 甚至声称苏30MKI 曾在2015年 英印印陀罗缠攻空战演习中 以12比0的战绩 还胜扮演假想敌的 英国空军台风战机 更有印度媒体近日援引 印度空军高官的话说 苏30MKI在边境地区 使用自身旗载雷达 探测到了邻国装备的 某型第四代隐身战斗机 印度一直以来都在炫耀 苏30MKI的性能是十分先进 最近更是号称 它能够用雷达探测到 邻国的第四代隐形战机 苏30MKI真的有如此 过人的本领吗 魏老师 说印度空军的苏30MKI 能够探测到邻国的隐形战斗机 也就是中国的歼20 我认为它是2018年度 最大的军事笑话 其实战斗机的基载雷达 它的探测距离和它的探测范围 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说战斗机上的基载雷达 都可以发现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那么像中国 美国 俄罗斯 这些军事强国 耗费大量的财力 物力 人力 去研发隐形战斗机 这个就变得毫无必要 那么隐形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即使是大型的预警机 想要对它进行持续性的探测和定位 难度都非常大 那么苏30MKI上的这种基载雷达 即使它再先进 也无法对尖-20进行有效的探测和识别 那么印度媒体报道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印度的政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能莫迪政府会批更多的钱 让印度空军采购更多的苏30MKI战斗机 但是从目前来看 它这个说法一定是自欺欺人的 印度媒体放出苏30MKI 能够发现第四代隐形战机的消息 这其中有何用意呢 魏老师 我认为还是出于它军队的这种利益需求 那么现在印度空军 希望采购更多先进的这种作战平台 尤其是苏30MKI 所以说它就要拼命地 为苏30MKI说好话 把它的战斗力 把它的性能夸张到一个 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苏30MKI 真的能够探测到邻国的隐形战斗机 是不是莫迪政府 就应该划拨更多的军费去进行采购 或者说让印度国内的企业进行组装 我认为这可能是出于印度空军的私心 对于苏30它有更高的评价 这样的话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装备采购经费而已 长期以来 印度军方在造和买之间是飘忽不定 给国防政策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既浪费了时间 也造成了空军战力下滑 而唯一受益者就是外国军火商 印度发展本国自主军事工业的决心 不可谓不坚定 但是成效寥寥 自独立后 虽然投入巨资进行了许多重大武器研发项目 例如空军的光辉战斗机 陆军的阿琼坦克 海军的维克兰特级航母等 但受限于本国孱弱的军事工业基础 使得印度军工企业过度依赖国外的技术支援 结果不是锻炼了外国设计团队 就是让国外分包商赚得盆满钵满 而项目本身却依然进展缓慢 甚至搁浅 目前印军的大部分主战装备仍然需要引进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今年发布的报告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过去五年间 印度的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量的12% 再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花费数十年时间发展本国军事工业后 摆在印度军方面前的 依然是充斥万国牌装备的现状 印度总理莫迪在出席印度国际防务展开幕式时说 他将履行对国防制造业印度制造计划的承诺 表示将在全国建立国防创新中心 为有志参与国防制造的初创企业 提供必要的孵化和基础设施支持 印度制造计划究竟能走多远 将持续吸引国际军火商的目光 印度作为南亚大国 可以方便地引进吸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 但其军工业数十年磨一剑的例子 仍然是屡见不鲜 表现甚至还不如一些小国 那么请问李老师 为什么印度的军事工业会变成福不起的阿斗呢 我想这里面它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首先就是印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它的军事战略包括武器装备的发展的战略 不是太明确 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可能 印度它从目前它特殊的地缘环境来看 它采购装备的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所有国家相关的武器装备 只要有输出的时候它都愿意要 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相对辩解的条件 实际上客观地冲击了印度本国的国家工业的发展 它曾经在2005年的时候 我记得它提出过一个指标 就是未来印度国产率要达到70% 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实际上整个外购率恐怕要超过70% 国产率连30%都不到 我们现在看一看 它实际上这些年出现了很多的装备的研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长时间的拖延 你包括阿穹坦克 费了十几十年的劲 最后拿到的时候采购的时候只采购5辆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世界的奇迹 如果说我们再看看 你像LCA整个这么多年 那加上30年 30年的一个三代机 真正出来的时候肯定已经落后了 这是完全可以看到的 甚至包括印度它的国产航母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它都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 它的基础的这样一个工业能力 这些能力是其他任何外购 任何国家不可能提供的 李老师 这种万国牌的装备体系 会给印度的军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种隐患呢 它有的是可以看得到的 有的呢可能是将来一旦爆发战争中呢 有可能是灭顶之灾 我们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包括像印度现在的舰艇 包括印度的飞机 就是在这整个这个机体之上 你包括它的发动机 它的火控 雷达 包括它的导弹 包括它的敌我识别 包括地空的这个通信链 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产品 我们要知道 你真正仗打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把它集成到一起 你能不能解决有效的 己方的识别和对方的识别 包括敌方的识别 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 非常大的战时的这种隐患 所以我想呢 按照这样一路子发展下去呢 印度实际上是真正在战时 它可能要有很大的一个代价付出的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158创业信息网的大力支持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期再见